油性皮膚不容易老 最簡單 玻尿酸原意 保養界的明星美白 調節油脂 青春肌夠你用 公蜜霜 我自己非常喜歡拿它來做按摩 歡迎回來凱文翔的美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的這一支影片呢 是很多網友們一直敲碗在問的 油性皮膚怎麼保養 你想要知道到底油肌要怎麼保養 不要忘了鎖定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把小鈴鐺打開設定 全部提醒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還有什麼樣的肌膚困擾 想要從我這裡得到解決 好 那麼回到影片 油性皮膚 其實怎麼樣了解到自己 是不是油性皮膚 多油才叫做油性皮膚 非常簡單 用一個溫和可以清潔皮膚的洗面乳 洗完皮膚之後呢 先觀察30分鐘 然後呢 睡一覺隔天早上起床 再看 通常如果你洗完臉之後30分鐘 T字部會有油 這是正常的 但是你的油量是不是到像水波光一樣 亮亮滿滿的 接下來再觀察你的兩頰的部位 你的兩頰部位也是一樣 整張臉都亮亮 那你就真的是標準的大油田 另外呢 如果說 欸 其實我30分鐘之後 好像沒有太多的油 但是我平常又感覺很容易出油 那你隔天早上起床再觀察 如果跟你洗完臉30分鐘的狀態 是差不多的 那你就不具備標準油肌 油肌 不是油肌 標準油肌的這個皮膚的特質 這個是第一 從你乾淨的皮膚來觀察你的出油量 第二 你可以從青春期的冒痘痘的狀況 如果你現在是正式青春期 整張臉是痘痘的話 那你一定是標準的油性皮膚 可是很多人 你可能現在已經25歲過後了 你可以回想自己在青春期的時候 是不是整張臉是痘痘 整張臉是痘痘在青春期 非常有可能具備了混合偏油的特質 但是膚質會不會改變 會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 就是第一個天生的出油 是用洗完臉之後來判斷 另外一個呢就是回想青春期的時候 像我青春期的時候 我那個痘啊 我剛剛一直不誇張 我長到連脖子都是痘痘 只有眼睛這周圍沒有痘痘 所以我應該是標準型的油性皮膚 可是隨著長大之後呢 我的因為工作比較忙 壓力比較大 所以呢 我的皮膚開始變得混合性 譬如說在換季的時候 我會覺得兩頰比較容易敏感 甚至已經開始產生一些斑了 所以 如果從你的皮膚症狀來看的話 年輕的時候 青春期的時候長滿痘痘 你具備有基本的油性皮膚 但是如果等到你某一個程度之後 你會發現 你其實臉上會有斑 那你可能是混合性皮膚 因為大部分會長斑的地方 是屬於比較偏乾性的皮膚 才會有 好 再來另外一個皮膚的症狀 油性皮膚通常呢 除了出油之外 你的皮膚的膚質 會出現下列幾個特徵 就是第一 你的毛孔會比較大 比較容易有黑頭 然後呢 你的膚色比較容易有暗沉的現象 想到這裡 油性的人會覺得 我好可憐喔 油性的皮膚會覺得 我又會長痘痘 我毛孔又大 然後呢 我又會有黑頭 真的 可是我告訴你喔 油性皮膚 因為你天生自帶保養品 所以呢 油性皮膚的人 比較好的一點是 你比較不容易有斑 你比較不容易老 但因為出油型的皮膚 它跟你的荷爾蒙也有關係 所以呢 怎麼樣來做好油肌的保養 第一 手中生活面 良好充足的睡眠 是非常重要的 睡眠不夠的話 很容易引起身體的微發炎 所以呢 當這個發炎的現象 比較明顯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粉刺 如果又感染到細菌的話 就會變成痘痘了 第二件事情 喝水 水分呢 能夠幫助我們 達到皮膚身體自然的油水平衡 皮膚比較不容易會有發炎 代謝會比較正常 第三 飲食 很多不良的飲食習慣 對於油性皮膚 真的會雪上加霜 比如說抽煙 比如說吃油炸類的食物 再來 甜食 甜食容易影響代謝 對於油性皮膚來講 也是一種負擔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到了保養 那麼油性皮膚的保養 我會把它分成青春油肌跟成人油肌 這兩派油肌的保養 首先油肌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清潔了 如果你長痘痘 油性皮膚去看醫生 通常醫生會跟你講 你除了洗臉 其他都不要擦 可是因為現代人 你可能空調的環境下 有些人可能長痘痘 皮膚都還會敏感或者是乾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保養的話 怎麼做 先從洗臉開始 我手上有兩瓶不同的成分 訴求的洗臉 我推薦給油性皮膚的 首先第一瓶 應該你們都有看過我 這一支影片 蜜濃迷濃的男士系列 它的胺基酸的泡沫結顏慕絲 剛才講了就是洗臉要洗乾淨 但是洗乾淨 絕對不是那種把臉洗到很崩 過度清潔 反而容易傷到皮膚 所以呢 你如果是屬於這一種 一般型的油性皮膚 或者是成人油肌 我非常推薦你用這一瓶 胺基酸的泡沫慕絲洗臉 大家會發現我很喜歡用 胺基酸洗面乳 因為它可以溫和清潔你的皮膚 不刺激你的皮膚 不管你是油性 乾性敏感型皮膚 用這一種 胺基酸系的洗面乳 非常好 那因為它是擠出來就是慕絲了 所以它不用去做起泡 因為對於比較敏感型 你的皮膚狀況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起泡這個動作 如果你沒有在手裡面做好的話 容易形成你的粉刺被刺激到 所以我會推薦就是油性皮膚 你可以用這種胺基酸 那它這一瓶洗面乳裡面除了胺基酸之外 它也加進去了一些抑制細菌 然後鎮定皮膚的成分在裡頭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青春的油性肌膚的話 我很喜歡這一支 Medicube 它是一個韓國的英美的品牌 它除了是胺基酸作為清潔界面的基底之外 很重要的是它添加了水洋酸 聽到酸很多人都會害怕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酸類真的是保養的好朋友 尤其是對於油性皮膚 水洋酸它可以幫助你深層的去清潔你毛孔裡面的髒污 很好的代謝皮膚 老肺角質成的這個作用 其實你們仔細看 如果你平常有在用洗面乳的人 你的洗面乳擠出來 如果它是胺基酸作為清潔的基底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點點那種反光 好像你會以為是珍珠光澤 不是那個是胺基酸它本來技型的成分的一個特色 這一支洗面乳我已經用第三支了 如果你是屬於青春肌 青春油肌 這一支超好用 我很推 再來標準油性很容易長痘痘的皮膚 記得聽好了一件事情 你的保養品裡面盡量盡量盡量淋油 我手上這兩瓶化妝水都是針對油性皮膚 非常好的兩位好朋友 第一 理膚保水的這個叫做青春控油調理化妝水 他們除了有理膚保水自己的溫泉水之外 他們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叫做氧化心 它可以幫助我們吸附油脂 幫助我們收斂毛孔 除了氧化心之外它還有金鋁梅 大家都知道金鋁梅就是一個很好的控油收縮毛孔的 這個植物成分 除此之外 這一瓶裡面它有兩種的酸類 它有AHA的乳酸 AHA其實就是屬於果酸 BHA的水洋酸 雙重的酸 所以呢 它對於皮膚更新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你比較擔心所謂的果酸成分的話呢 Dr. Wu這一瓶 浸豆粉刺調理露 它就是運用了BHA 跟這個 理膚保水的差別在於 它透過的是B5 B5是一個很好修復保濕的成分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金鰍酸 它有很好的抗菌 避免細菌滋生的作用的一種鰍基酸 然後呢 它也有金鋁梅 倒出來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個茶樹的味道 完全透明 好 如果說你除了化妝水 你會想說 我可不可以再進階用一點點保養品的話 最簡單 不用思考 你直接用什麼 玻尿酸原液 因為呢 玻尿酸它本身是水溶性的保濕成分 刮水能力很好 可以吸附自己原本的體積500倍的這種水分 我手上這兩瓶呢都是玻尿酸原液 右邊這一瓶是在網路上非常非常紅的 太陽玻尿酸 這一瓶呢 它的性價比非常非常的高 玻尿酸原液通常就是這樣子透明的 然後黏稠 這個黏稠它不是用增稠劑 是本來玻尿酸濃稠的感覺 當它在皮膚上面被吸收之後呢 它會變得非常的舒爽 我是在康氏沒買到的 同步這一瓶泥淨絲的雙分子玻尿酸原液 它強調的是用兩種不同分子的玻尿酸的原液 擠出來看你看 哇它比剛才太陽玻尿酸更黏稠 它們家的這個濃稠度 是用天然的玻尿酸100%來還原 它真的很濃稠 你看哇塞 完全是水性的 泥淨絲的雙分子玻尿酸原液 可是很多人都會說 油性皮膚我要控油啊控油 我趕快凱文老師控油 好大部分的皮膚科醫師 都會推薦維他命B3 可以說是現在保養界的明星 B3它具有調節油脂 代謝皮膚能力增加的作用 美白幫助你的皮膚回復年輕狀態的作用 這一瓶是Dr.Wu的B3 10%的B3再加上B5精華 有一點點的不透明的感覺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B3精華 它可以幫助你除了可以解決出油的問題之外 它可以幫助你淡化你的膚色 非常舒服的質地 完全不會有任何油膩的感覺 如果你是屬於青春肌 這裡就絕對夠你用了 你的保養品可能就是洗臉化妝水 加一瓶玻尿酸原液 OK了 你是屬於成人油肌 你可以開始添加B3加B5的這瓶精華 或者是呢 你已經是成人的油肌 偏向混合的油性皮膚 這個MinoMan的系列我自己非常喜歡 男生這個系列對於油性的女生質地 你一定會喜歡 它透過了氨基酸 讓你的皮膚瞬間有那種水水潤潤的感覺 沒有添加任何會刺激你皮膚的 就只給你皮膚水分 所以對於這一種成人油肌 我覺得這一瓶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是成人油肌 有些時候在換季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乾燥的現象產生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兩頰用上它的乳液 隔天起來你會覺得 你的皮膚在上妝的時候非常舒服 甚至於到了冬天的時候啊 比較不容易會有季節性的敏感的現象產生 就是MinoMan的系列 給這一種成人混合油肌 那最後呢 這一支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 它是山田養蜂廠出的Maluka 麥魯卡蜂蜜霜霜 Maluka其實它是一種蜂蜜的種類 茶樹花的蜂蜜 大家都知道茶樹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抗菌作用的一個成分 對不對 它可以幫助你平衡皮膚的油脂 然後呢收縮毛孔 幫助你避免掉發炎的現象 我自己非常喜歡拿它來做按摩 它是一種淡淡的茶樹 然後你抹上去像那一種晚安凍膜 如果你發覺最近自己的皮膚狀況不是很穩定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薄薄的按摩完之後敷一層留住 其他的保養品我就不用了 會發現喔就是那種痘痘它會退的比較快 它其實強調是油性皮膚專用啦 但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真的是很油的皮膚的話 你只要一點點的分量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混合兩家痘 有些時候還會偏乾的人的話呢 這一個你就可以把它當成凍膜來用 我最近很喜歡這瓶 這瓶我也用掉兩瓶了 好了 很多人呢其實都會是油性皮膚 可是你是真的標準的油性皮膚 或者你是混合偏油 你是青春油肌還是成人油肌 它們都有不一樣的保養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油性皮膚它是天生的 它可能受到了荷爾蒙的影響 所以一定要記得做好清潔 適時的紓壓 注意你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喝水的習慣 有些時候輔助一點點運動 增加你的代謝 油性皮膚沒關係 雖然你容易長粉刺 長痘痘 毛孔粗大 然後呢膚色比較不均勻 可是你比較不容易牢 因為你自帶保養品啊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為我按個讚 然後留言來跟我討論一下 你還有其他什麼樣的保養的問題 凱文翔的美 我們下次見 嗨 大家好 我是Kelvin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記得給我個thumb thub like我的影片 還要記得去訂閱我的美妝頻道哦 小鈴鐺小鈴鐺 記得要按下去搶先提醒 也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我們下集結束